大家好 欢迎收看《百开影谈》 电影《惊声仙叫》的名气真的很大 不只拍摄了续集 甚至还出现了一套恶搞系列 电影一开头就是一个奇怪的恐怖问答环节 经典的面具杀人恐一出现 观众就觉察到 这出场的一对情侣应该是跑龙套的 当然事实也确实如此 电影的背景设置在大学里 一群俊男美女的年轻面孔 外加一个面具变态连环杀手的设定 还是很有看头的 其实相较电影的主角 我还是比较喜欢开场的炮灰 毕竟学生是最有活力又不淡定的一群人 所以面对杀人狂大多无法冷静的应对 也是意料之中 而且我觉得这种慌乱本身也是一个亮点 在电影中随处可见 因为人在面对突如其来的危险 就容易大脑变得空白变得愚蠢 有了前面的铺垫 后面的惊悚电话也就顺利成章了 之前翻墙进来的男友比利 掉下了电话被认为是凶手 还没太平几分钟 女主到了闺蜜家 又接到了神秘电话 面具杀手在学校的厕所里袭击了她 这里的女主角思维冷静 行动敏捷也真的像开了挂 因为面具杀手的事件 学校放假 因为放假而举办的学生派对也很合理 但是在这样的恐怖片中 这样的派对根本就是资长犯罪的温床案 很快面具杀手就开始大杀四方了 但是杀人的手法真的毫无技术含量 其实整部电影都有种荒诞的味道 杀手的长袍十分碍事 行动不敏捷 甚至智商看起来也不怎么高 但就是这样 一个杀手还是能一个接一个的成功的把人杀死 也确实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 电影里最讨厌的人设 一开始是女记者 从出场就挑衅女主 随后为了独家新闻 不择手段放置微信摄像机 还因为自己的惊慌失措 让车子撞上了树 不过看到最后的人都知道 这部电影真的除了女主角 智商都比较感人 面具杀手也确实不是一个人 而是两个 也就是我们一开始都以为人出无害的学生 女主角的男友比利和比利的好友司徒 司徒的杀人原因更加奇葩 只是觉得杀人好玩 智商感人的两个人还没干掉女主角 就开始互捅制造不在场的证据 这根本就是在敌人面前 虚弱自己的战斗力 随后女记者出现 也算是来了个反转 在她的助攻下 女主角才取得最后的胜利 杀死了两个面具杀人狂 当然女记者也如愿以偿的 拿到了独家新闻 整部电影的基调都是慌乱的 风格十分的突出 明明是恐怖片 却又充满了笑点 大多数被杀手伤到的人 都想让让人骂一句蠢 可是杀手的突然袭击 也确实难以躲避 最后比利的解释 也为我们揭开了谜团 知道了究竟为什么 会产生这样一个面具杀手 当然这样一个杀手 各方面都感觉 应该是会被早早抓起来的 精神接近傲个人的感觉就是 一部充满了娱乐精神的恐怖片 好了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吧